抽水的意思就是他們不是在鏡頭面前 當然鏡頭拍了 但是他們是一個私人的場合 一個私人的犯罪 吃飯的期間有人喝了兩杯 然後就非禮這個女士 女士就啞人 然後也不是她主動報警 不是她主動說是做什麼 而是因為被隨行去到 這個橫店的狗仔隊就拍到 所以現在狗仔隊很厲害 就是出去拍攝 就在橫店被狗仔隊拍到 然後就在香港的八角雜誌上登了出來 就變成一個社會新聞 最新的發展似乎是女士回來香港之後 就哭訴和報警處理 即是說那個狗仔隊把這相片 發展出來之後才報警 是的 沒錯 即若然沒有狗仔隊這件事 即很多人都這麼說 其實這些事可能是經常發生的 即是坦白說藝人 對於藝人的非禮事件 可能肯定不是第一次 但是因為在鏡頭底下被捕捉 然後又變成了公眾的刊物上面出現 所以就變成一個不得不進行一些討論 或者是採取行動 這次是 精神分析來想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個月可能是 這些風範案比較多 不是 經常都風範案很多 是嗎 風範案多不多 其實應該是看新聞報不報的 即新聞報得多 我們就覺得多 所以另外一單日 即是香港上星期一報的 就是這個 Facebook上面就有五男 五個男人就約 分別約了三個和兩個女生 兩晚未成年的女生出來 然後就灌以安滅藥 然後將她們淪姦 這個Facebook上的新聞 又是一些風化案 這次就去問一個問題 究竟風化案強姦案 在我們社會裏面有什麼意義 或者他們是否製造了某一種快感 即這個男人 原本應該是杜馬案然 尤其是藝人 藝人總是一個最奇怪的生物 就是你總是覺得藝人 作為公眾人物 一定就附上了某一種道德 或者是生活的要求 即是她被賦予某些要求 譬如當年很久以前 阿嬌發生這個玉照事件的時候 當年就是說 那些媽媽衝出來 我以後怎麼教女兒呢 似乎藝人就被要求要 有一些道德水平 然後是因為藝人 經常被人拍著 然後她一有什麼事 就立即被人知道 很快就會成為一些 所謂風化或者道德的事件 現在第一節 我們開始討論 可以講一下 譬如 那為什麼我們無緣無故 你認為精神分析 面對這些事件的時候 是否會有些事情可以講呢 精神分析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絕對可以講 因為它涉及性 其實精神分析是一門科學 它去解釋世界 而且同一時間 它是要面對很切身處理的人 因為你要知道精神分析 是要面對一些被分析的人 Anason 即是Analyst 就有Anason Anason 即是被分析者 是的 它就是A A N A L Y S A N D S A N D S A N D Anason 其實會面對 所以它是比較實際 即是它都在面對一個 即是它總是就著一個具體的處境 一個人 具體存在 即是它不是虛無標的東西 是一個什麼形上學 它有形上學基礎 但是它不只是形上學基礎 它由形上學基礎 去到實踐層面是有的 所以它與馬克思主義 是有一個很一脈相承的關係 坦白說 大部分人未必有很認識精神分析 尤其是我們一講精神分析 就想起托羅伊德 原來托羅伊德 有些人會取笑 什麼鬼都是性 而且不科學 什麼鬼都是這個 還要是戀父和戀母成傑 每次都覺得是自己被人搞的 即是有創傷 即是性創傷 童年陰影 這樣 其實 就著這個話題 性這件事 其實 不是那麼… 其實那個詮釋 因為我們齊者學會 其實是 偏向拉康派的 可否說少少怎樣為之拉康 即是我們… 譬如 首先有佛羅伊德 這個精神分析 裡面 然後一直跑下來 怎麼會去了拉康 然後又有這個 所謂陳詐克學會 其實呢 其實呢 因為其實 Foy之後有很多分支 譬如去英國有一隊 她的女兒 還有那個 Casio的基因學派 即是她有幾個學派 每一個集中去詮釋 佛羅伊德的學說 Focus的 subject matter 都會有些不同 譬如有些將它擺在… 譬如有些擺在… 譬如 Eco psychology 即是拉康最反對 Eco psychology 譬如將那個… 自我… 自我… 因為她有一個稱為Ego 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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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sh 是的 她集中在Ego 那裡 將那個… the unconscious 就比較… 看得很清楚 是的 但其實沒有… 但問題是… 這個佛羅伊德 她對unconscious the unconscious 這個… 是很重視的 另外… 另外… 這個學派其實是當時… 在這個法國那裡… 是… 其實… 一開始她是被人排除的 即她是被人排斥的 是的 最初那些… 就是佛羅伊德主義者… 就是佛羅伊德的門生就覺得 這個人不頂張 為什麼不頂張 因為她是… 在很多 practical 的層面上 嗯 是違反了… so call 違反了… 當時的一些規矩 哦 譬如… 即是一些守則的… 譬如…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彈性時間 即… 拉康提出的 可以… 因應不同的… 被分析者… 嗯 的處境… 即的狀況… 去… 去… 採取一個… 彈性的時間 因為呢… 其實原本有個stakes的時間 他們全部有個… 即是每次你放在梳法裡… 就說話了 是的 那有特定的時間 是的… 因為特定時間嘛 那收費也是… 收費也是特定的 是的… 他在這裡收費的 收費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 他… 為甚麼… 他… 拉康拉康都說要收費 因為… 因為money是作為一個… 如果說更加… 更加深奧一點點… 或者… 有利用背景的… 有利用背景的… 因為他覺得… 他的慾望… 他發覺… 他的慾望對象… 已經不夠勁了… 那麼他沒有慾望… 那麼他會怎樣… 他會怎樣… 他會很… 嗯… 所以你才會去找… 想找個… 找個分析師… 這個有趣的… 即是在付錢的部分 你已經開始精神分析了… 有用的… 起碼… 即是他可以作為了… 原來我… 而且他… 是… 我們有距離… 是… 我們始終有距離… 即是你的transference… 你的移情作用… 是不可以去到… 去到… 一個好像… 很圓滿的關係 嗯… 那你才可以做到… 整個… Therapy 對… Therapy 對… 這樣吧 因為大部分被分析的人… 都是… 有錢的… 不… 那麼… 聽聞… 法國的公立醫院都有的… 精神分析… 但是違背了那件事… 公立醫院… 公共服務… 不用付錢的… 那怎樣分析呢… 沒有了excess 其實… 其實他有…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的制度… 但他… 他裡面應該都要付錢… 但是呢… 我… 我剛才想說的是… 大部分… 被分析的人… 有特定時間… 是… 這個… 官能症… 官能症…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精神結構… 是官能症… 官能症… 官能症是怎樣呢… 官能症結構就是… 他的… 閹割的… 方式是… 做足了… 嗯… 在語言介入了… 他那個… 主體… 主體結構的時候… 嗯… 他如果是… 閹割了… 閹割得非常乾淨… 即是… 他經歷了兩個… 一個叫做… separation… 一個叫做… alienation… 被語言介入的時候… 這個… 語言的閹割裡面… 這兩個… 都做得很好地… 嗯… 其實我們都應該是… 是… 是… 那就是一個… 可以說一點點閹割嗎… 因為一說閹割的人說… 我沒有做過割禮… 又不是太監… 為什麼閹割呢… 那麼… 閹割呢… 在拉康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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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說… 有一個真實的… 對… 不是… 當然這個世界有些人是被… 是… 總有的… 總有的… 但其實它是說… 語言介入了你的主體之後… 你和你母親的… 意願… 一個… 的關係… 完全破裂了… 因為語言的介入… 有一個很重要的圍道… 就是叫做… Pathomic Metaphore… 譬如很簡單… 嗯… 語言呢… 不僅是一個… referential… 即是說… 我說是… 咪… 咪 你知道是咪… 是… 但問題是… 你試想想想… 我們人類社會裏面… 語言呢… 不僅是… 是… 即是說… 我… 譬如我講… 用什麼例子來講呢… 最好呢… 就是… 是… 如果我向你講粗口… 你不會怕到… 馬上回家找把鎖… 鎖住你家的門口… 你怕我來尋找你媽媽… 是…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 你知道我講的語言… 是語言來的… 只不過是語言… 嗯… 它不是… 真是可以… correspond to… 是… 是… 這個就是… 所以… 為何拉康後… 在… 這個… semina 11 裏面… 4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 Analysis… 是… 精神分析的四個概念… 裏面… 提出… 有一個概念叫做… subject of Enunciation… 和…subject of Enunciation… 即是… 言說主體和… 被言說主體… 它們之間的分別… 因為你知道你說話可能是假的… 和你的Action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是… 或者… 和真實物… 譬如… 我們… 其實我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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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我們… 我們… 聽… 我們… 但是… 對於一個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結構… 我不叫它病患者… 精神病的結構… psychotic的結構… psychotic的結構… 它是不懂得開玩笑的… 你開玩笑它會變的… 它立即… 你trigger到它… 它可能會砍人… 是… 譬如我… 那它真的覺得… 我會… 嘩… 你可以說這句… 可以的… 就是… 它真的會是這樣想的… 是… 所以它才會… 那它為之瘋了… 就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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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了它… 然後它會覺得… 嘩… 很危險… 那… 那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 就是說… 它跟… 做那個… 做那個… 分析的時候呢… 為何要保持付錢呢… 這個原因… 錢就可以保持… 告訴它… 我們這個… 雖然… 我們這個就是… 那個… 叫什麼… 分析來的… 我們都是分析來的… 我們的關係是分析來的… 我們不是有圓門關係的… 有趣喔… 所以… 這樣可以… 反而是這樣可以保持… 反而是這樣可以保持… 我們的… 你的慾望… 因為其實就是說… 永遠有一個… 剩下的位置… 你可以保持… 就是說… 為何你說出來要笑… 你會嗨… 你會有慾望… 因為… 你知道不會是真的… 你知道不會是真的… 永遠有… 就是… except就是… 我講的語言… 和那個真實… 總是有一個距離… 在中間… 對… 這個… 然後… 給錢是什麼… 就是… 如果原本是瘋的… 他瘋了… 他瘋了… 應該這麼說… 對psychotic的人… 我們用另一個方法… 但我們一般… 現在就是… 對miurotic的人… 即是… 有兩重的… 對… psychotic的人… 即… 已經瘋了… psychotic的人… 是醫不了的… 不可以說醫的… 即是… psychotic的人… 是… 不能有法處理的… 可以處理… 但是用另一種方式… psychotic的人… 是要用… 你要保持住他的二元關係… 保持住他… 你要認同他… 你要讓他認同… 要不然… 他就… 但是… 對miurotic的人… 你不可以… 你就反而不可以… 你要保持住… 讓慾望可以… 被… generate出來… 如果不是… 一個人… 為什麼要來找你… 尤其是… depression的面容… depression大部分… 都是… 一個… 很… 厲害的… symptome… 來的… 他就是… 因為沒有欲望原因… 他就是… 沒有欲望原因… 當然是… 你… 你作為… 所以… 為什麼… 拉康要提出… 不僅是… 被分析者的欲望… 是… 就是… 你要感覺到… 就是… 分析… 分析師本身的欲望… 意思是什麼… 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 用拉康的公式來講… 那麼… 被分析者要感覺到… 分析師對他自己有欲望… 嗯… 這樣… 你才可以… 可以建立到一個分析… 和被分析的關係… 是的… 就是這樣… 我付錢… 那我就… 就有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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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這一節差不多… 下一節… 我們嘗試用剛才的一些分析… 可以… 解由… 我們各所講的一日常生活… 包括譬如… 剛才非禮案… 非禮案… 風化案… 諸如此類的東西… 好的…